外資空單一直空下去 我要怎麼操作呢? 那當然跟外資對作就對啦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財經機正事 我是Doris 讓我們歡迎華信總經理 謝文恩分析師老師好 大家好 那台股真的是強勢連六雜 可是外資期貨空單 真的是一直空下去 很慘欸 老師怎麼辦? 好的 那麼基本上這一波行情 漲的千點 又是飆飆準準的整個行情 怎麼講呢? 因為我知道就一般投資朋友的角度 你們可能會看一些網紅的節目 你們可能會看外資的動態 那我認為很多網紅 甚至於你自己心中有這感覺 外資期貨的一個所謂空端 不斷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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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你們認為 美國所有公佈的經濟數據都會不好 結果沒想到今天早上起床 你又看到美國指數再算短線上升高 那基本上我的一個所謂做法 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再跟我強調 我說主力作手的操作 它是架構在價格的夜水觀念 如果說你是我們的長期的觀眾 不管包括理財周刊 或是你鎖定我的一個所謂的盤中連鑑節目 其實從9月12號那一天開始 背半指數它的收牌 它是大於空方的夜水防守價 那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了 我說多投格局 我只看多方防守 多方防守沒有跌破之前 你就是要偏多來做操作 所以這是為什麼昨天其實我們還在做加碼買進的動作 所以今天早上很輕鬆就交出對賬單 那你說老師這個行情要漲到什麼的時候呢 很簡單啦 你要去看幾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來我再舉個例子 就好像最近整個牌面上最熱門的夜水族群 除了來自於美債 因為有很多人在美債的部分不斷的加碼 或是來自於航運類股的夜水部分 可是我只能很耐實的跟大家報告 現在台北股市 即使它是一個標標準的多頭 可是你真的沒有追價的理由 來我再看一遍 就是昨天你所看到2609陽明 或陽明期貨的夜水走勢圖 如果說你早上看到它急 你跑去追 我有時候長跟頭有強調 其實股票比指數期貨恐怖 我問你 你陽明會買一張嗎 不會 那你為什麼陽明你要買在75塊錢 因為你認為陽明又要漲停板 所以說你跑去追 結果沒想到尾盤的夜水收盤 竟然一口氣插到70.4 那你隨便買個20張 你當天賠10萬塊 對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我一直秉持 其實你們不要太急 你不是那個打太急 你今天來市場上 你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可是當你在做任何的事情 你沒有找退路 就像我舉個例子 很多人他跑去放空台紙期貨 現在已經輸了1000多點了 那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你沒有再輸200點 為什麼你沒有再輸300點的時候停損 為什麼 因為你跟人找不到後路 所以說你就只能每天用 外資期貨的空單來麻痹自己 然後認為說台紙期貨會跌 結果事實上你也賠 等於說你去做多陽明也賠 然後放空台紙期貨也賠 你總不可能靠一檔2317的紅海 就把你計較拉回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那繼續把它擠下去 基本上多頭格局看多方防守對不對 都沒有跌破 所以說我們這個時候廢班指數 因為廢班指數昨天的圖是蠻奇怪的 是的 不過不論如何 很多人會看到廢班指數 這根倒梯這些 跟你講說廢班指數出現掉人 不能講太清楚 掉人 我的看法很簡單 它的日線關鍵價都在5269.2 這個點你可以參考 我覺得不太重要 那多方防守都在5116 那只要5116沒有跌破 甚至包括上櫃指數270.5沒有跌破之前 我們當然還是建議大家要偏多來做操作 老師長那麼多要偏多操作 那你如果沒有啦 有時候try and error 等於說你不一定要去做小型的股票嘛 就好像你看到最近小型的股票 我就以一檔股票好了 3605的紅字 哇靠玩死人了 他可以一天漲停 又可憐結婷 可憐結婷走又漲停 又差下來 那你可以做一些正常的夜水股票 就好像你如果說有鎖定我們的Telegram 或鎖定我們排後節目 不管包括2317的紅海 我們今年是大賺 光這一個月的紅海 我們的獲利也高達將近有50塊 我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很簡單嘛 你就是利用急殺買進 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OTC指數收盤大於空方防守 加權收盤大於空方防守 邏輯這樣子 所以說繼續加碼買紅海 那麼紅海 那當然我的做法很簡單 基本上你只要多方防守沒有跌破之前 當然紅海這張股票 我們會繼續報 那甚至找點來做一個所謂加碼 只要當他往下回撤多方守 我就會加碼做買進的工作動作 可是就一般投資朋友角度 他現在可能面臨到一個兩難的難題 老師你看 國泰美在 哇一直殺一直殺一直殺 好像倒撞反轉 那到底能不能加碼 基本上這一次的降息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降息正常就美在的角度 它是好事 可是問題為什麼降息宣布之後 反而美在一直跌 可是你可能跟我講說笑事 可是根據利率點證圖來看的話 那個美國還會在降息5碼到3碼左右 可是問題現在你知道嗎 美國經濟面臨到一個非常畸形的 一個所謂狀況 等於說 就整個FED的角度是以打壓通膨為首要的目的 可是現階段一降息之後 通膨馬上死灰戶籃又燒上來了 那死灰戶籃最主要的原因當時來自於航運的報價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要經過航運 都要經過航運 你的十一住行娛樂 十一住行包括你的車子也是經過航運 所以說現階段的話 因為整個美西的碼頭罷工 也許會延伸到美東 因為我看那邊在罷工 吵的人有糖吃 那我也會跟著罷工 那麼再加上整個地緣政治的關係 基本上現在美國 它面臨到的一個狀況是兩難 它等於說 那如果我在降息的話 那會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大幅度增加 所以說我個人的建議 你美債你買已經賠錢了 已經賠錢了 沒有 你們這跟股票一模一樣的道理 你看我鴻海我賺錢 我就一直買 你們賠錢的東西拜託大家 你不要再買了 如果不降息 你的財富會損失慘重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我每次鐵口直斷也可以這樣說 你自己想想看 光一檔紅海我乃是鐵口直斷 我買完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紅海的利多 現在紅海還有半導體題材利多 還有散熱題材利多 還有電動車 Model什麼Model 還ModelD的利多 一大堆利多 對 那同樣的 來為什麼講一下二三熱箱系統 因為系統是昨天融資增加的 融資增加 而且系統今天爆炸老低線 所以說基本上 我的給大家的一個圖卡 絕對有我的一個邏輯 所以說第一件事情 美債的部分的話我不建議再加碼 雖然說有人跟你講說再加碼 可是問題重點 我就我的產業上面的分析 我認為美國搞不好不會再降息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 二三熱箱系統 那是你們自己跑去追的 那沒辦法 那我也要幫你做追蹤 因為它是有量的 所以說當你看到系統 你就會看這節目 對 沒錯 對 所以說你們一定要按讚要分享 好 第三檔是巴黎是用南電 那南電的業随部分的話 其實你仔細觀察 整個ABF載板 應該有機會做一個落後補長 所以說簡而言之 現階段單純就台北股市的業階角度 它還是標準的多頭 雖然就漲很多了 對 可是問題 只要多方保守價沒有跌破之前 建議大家偏多操作 那只在偏多的業階過程當中 還是建議大家嗎 最好還是不要利用急殺買進 就像昨天陽明 我們買最低的道理一模一樣 利用急殺買進 才能夠找到未來財富的法寶 好 我們謝謝老師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一定要加入老師的Telegram 未來事件部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原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 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喔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 按讚 訂閱 - 噓 - 好 - 慢 - � - 아 - ан - 烈 - 150 - 呃 - 墓 - 耳 - 複 -... - gin 感谢观看